今天要做的菜是Moja咖喱牛腔腩 看看材料 有上五条的牛腔腩 接着就有 这道菜其实就是咖喱牛腩 很多人都会煮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recipe 都很好吃的 但是今天煮的菜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价餐 这个价餐有多特别呢 就是我曾经跟我老公说 老公以后我们旅行 一定要带这件价餐去 我老公是什么来的 我带他去看这件价餐的时候 他就说 蛤? 那我? 然后他说 放在哪里? 嗯... 放在行李箱里 他说 你拿一下 我说 蛤? 为什么要带他去呢? 这么大件事呢? 其实他不算大件的 因为坊间有很多更大件的 我觉得他的尺寸是不错的 那为什么要带他去呢?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去旅行 很多时候去到那个地方 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你明白吗? 我的经验就是 因为在去年我留在加拿大 是有三四个月都不能回来 那终之呢 我就住了在那个宅宅里 就发觉很不就手 想煮什么没什么 特别是工具 想煎一件牛扒 又没有牛扒的锅 想炆东西又不够煲 想煲汤的煲又不够大 又要看火 很多难度都令到我觉得 哎 其实现在去旅行 要煮一餐好好地的 真的不简单的 但是终之让我发现到这件工具 我就很开心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煮我们这个 咖喱牛腹了 在炆这个牛腩之前呢 我是需要去爆香一些材料 它这里是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将一些材料 sauté sear的锅 是爆香它的 因为要爆香一些材料 而这里是没有一些很硬的骨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用一个 韩式的锅 这个 这个就是不瘦钢锅 有些骨的东西 比如煲汤有骨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不瘦钢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锅 好像圆咕噜的设计呢 厉害了 因为它这个球形的设计呢 是令到它360度受热均匀 我选择这个multi cook那里 sauté sear 那接着有时间的 那我打算爆香一些材料 都可能要成 最好我愈松一点 有15分钟 对了 那接着我开始 现在我就会把它开了 先倒到它 我就倒些油下去 它已经感觉到它里面发热了 那我们这个是韩式的 那我们尽量都不要用一些很硬的 Spectula去刮花它 千万不要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将些薯仔 大家听不听到 一放下去它已经有点字字声 因为它已经好像一个锅 就算不要说去旅行 平时我们在家想炆一个菜 将些东西爆香的时候 我都会用另外一个锅 把它爆香了 然后才放进锅里 或者是一些Tresher Poker去炆 那现在一个锅都搞定了 浪泡 薯仔已经煎香了 放香香 红葱头 青椒 红葱頭 灒一点味道 再混入 再加咖喱 放入鲫茶 沙茶酱 葱味粒 和猪油 鲫茶 放酱油 糖 紅蘿蔔 先放一些牛腩 放入香味道 很香 拌勻 蘸上少許的味道 放入味道 爆得很香 香草 放入椰汁 不用放太多 真的很香 把薯仔放進去 看看菜 能否聽到它滾起 鼓鼓聲滾起 現在要做的就是 蓋上蓋子 最重要是鎖緊 一定要鎖緊 然後取消了 Cears的功能 取消了之後 選擇Presure Cook 第三個就是牛 加時間 我會選擇45分鐘 Presure 我們要選擇P70最高的 打開 開始 OK 這麼快 它就已經做完了 現在最重要是 把它扭開 然後在下面按一下 哇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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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當然 我要拿牛腩來 看看它夠不夠軟 大家看看 牛腩已經炆得 軟了 有筋的 但已經很軟了 切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很軟的 很棒 把它扭起了 放進碟裡 放進碟裡 這個 很棒 大家看看 很棒 很棒 其實差不多了 不過我想 將那個醬汁 整結它 這裡有一個 Sauce Thickening的按鈕 現在 cancel了所有的材料 之後 對 選 Multicoke 對 我會選到下面 Sauce Thickening 它就是8分鐘 我想差不多了 開始 開蓋 大家看不看得到 你看得到 它現在開始滾起了 然後 我會加多一點 少許 滾下去 再會好吃一點 它這個收汁的過程是相當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醬汁已經是差不多結了 我一定要用一根根 試試看 很好吃 太棒了 這個焦雞的樣子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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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 不是開玩笑 按那個 cancel的按鈕 這些咖哩汁 用來吃沙拉 我到 嘩 怎麼搞的 我本來想說要ASMR 但是大家控制不到 好了 那我這個 教練 我好餓 吃得了嗎 耶 耶 如果你想繼續看的話 請你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Mod Moments